魚那麼快,去往這邊一點 非常非常的大 超大超大 東京車站地下的一番街 我手... 走走走走走... GG 我少了 我這一次太慢了! 很痛! 結束我們預定的行程之後 跟KT神神申請了 1.5小時去這個地方 現在是第二天早上 六點四十分 快去起床啦 好 我們七點要出發 去東京車站 跟旅行團會合 富士山一日遊的旅行團 好想睡覺喔 眼睛張不開 旅行張不開就用力一點了 用不了力了 起床 東京車站 新婦還有去借糧 好喔 要去下一站借糧 然後開始 因為我們今天還好 一共就是 圍包車啊 這麼大台的車 四十九人坐 只有我們兩個人 今天我們的行程是去富士山 在網路上買了羹團的行程 上車才發現 我們是搭四十九人坐的巴士 但是 只有我們兩個人 包車 導遊 是一位 人還蠻不錯的 中國大哥哥 他說他來日本十年了 稍微聊了一下天 他人蠻nice的 那現在 睡覺了 非常非常的大 整個東京如果說您去的那個天空樹有登上去嗎 有 有登上去吧 從天空樹往下看 樹木是一片的地方 一個是這裡 一個是明治成功 能看到一片樹林 就是從上面看 只有這兩個地方 剩餘的 沒有那麼多的樹木 能看到的就是這兩個地方 好大 超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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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還是外戶 裡面還有一個 看到的一些 其他的那些 一日遊的 那些人啊 因為現在來說的話 日本像我們這樣做十多年這個專業的人 現在不多了 現在上的都是很多的都是新人 右邊 在哪裡咧 這個就是富士山 本山 但是 被一坨雲擋住了 跟大家科普一下 日本人取名 玉山叫青高山 原因就是因為比富士山還高 現在在人野八海 這裡是富士山 岸還是被雲林擋住了 這裡據說有八公尺 對八公尺 全部都是景裡 而且它的水看起來是藍色的 你看那邊有一個雕魚的 Don't throw a coin 不能扔 大家看 KD只能說一定要買這個 我到一個景點就會想買一個小配物 我就問大家平良心想 看得出這是什麼東西嗎 不要說景點 你看得出這是什麼東西嗎 看得出來了 這個我乍看之下 大家會想說是什麼藍色什麼 藍色有什麼口味的布丁之類的 現在來到了河口湖 然後那邊是富士山 被雲擋住了 河口湖上面 這樣有人類 那在釣魚嗎 哇操 看起來真的是超壯觀的 現在這裡就是 東京車站 歷史非常悠久的東京車站 建立於1914年 到現在已經超過100年了 你看我偷偷那個嗎 就維基百科一下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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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東京車站 地下的一番街 難得 終於看到 有一點點 七龍珠的東西 New Arrival 神 界王 膠囊中心 統領軍團 買這兩個 抽獎 看到了 小心耶 你要姿勢跟他一樣 手再開一點 耶 耶 東京一番街 好不容易找到有地方可以吃的 不是好不容易 是好不容易找到一間不用排隊的 好扯 明明就有很多濕的商店 那個餐廳 為什麼大家都要在某一間 某幾間 幾乎每一間都是爆炸 啊這間咖哩 來的時候就一個人 會不會累 究竟會不會累 我們直接從紅茶來看看 我們就先來看看 紅茶怎麼樣啊 魔術靈口味 蛤 這是稱讚還是 沒有啦 日本啊 紅茶不會是那種台灣古早味 應該是那種西蘭紅茶 我都稱它 魔術靈口味 我的好像是500 580 你的是 多200 多200 然後多一個牛排肉 超級素的 究竟 它吃起來怎麼樣呢 馬上就知道了 其實蠻好吃的 好 我要專心吃飯 現在到了BOOCALL 超多公仔 我走 下下下下下 最新的 好我決定了 買了 逛到他們要關店了 最新的啊 都買了 好累喔 他們要打烊了 要感人了 好我趕快回飯店了 掰掰 那第一隻 Vegeta 八十光年 Belzeb Cook Cell Foodie 神神喜歡的 八十光年跟Foodie 玩具轉動員 今天在BOOCALL 混了很久 神神在下面的超市在逛 但是神神一毛錢都沒有花 我逛的地方在三樓 神神在一二樓逛 然後上來看到我的時候真的是傻眼 他們只是盒子很大 我剛發現一件事情 店員漏了我一隻公仔 不過我把明細拿出來看 還好那一隻沒有算到錢 所以就算了吧 累啊 飯店出來就會看到整根的晴空塔 現在其實已經晚上11點多了 那我們決定要去看一下晚上的雷門 雷門在那邊 我們現在去看看晚上的雷門有沒有人 沒有人的話感覺會比較好拍照 那時候第一天下午已經拍過了 但是那天一堆人 根本拍不到什麼 Let's go 抓賽 我們剛剛發現雷門的那個燈籠已經關燈了 剛剛天在小時候會不會11點 因為我們剛出來的時候可能還沒有 大概10點50 大概10點50出來 然後進去飯店丟的上個廁所馬上就走出來 現在11點20分 結果那個雷門的燈籠好像關燈了 都來了就去看看啦 管他的 GG 關燈了 但其實還是有人 他可能跟我們一樣鋪了個空吧 晴空塔現在整根美一節的顏色都不一樣 真的是蠻漂亮的 過馬路了 小心耶 好我幫你看綠燈 這沒人耶 其實現在有一個好處 因為他沒有燈 所以那邊是亮的 我們就不會廢光了 現在商店都關了 跟白天的樣子落差非常大 好啦 買東西回家吃了 累了 倒不掉了 第三天 雞皮 太讚了 大家有來日本一定要吃 全家賓商店的烤雞皮 超嫩 超好吃 他的魚板是那個小花花的形狀耶 對啊 你已經吃了嗎 還是還沒 好那你喝喝看味道怎麼樣 上面還有一個豆皮 你喝喝看味道怎麼樣 先喝味道 泡麵一定要先喝看看湯味道怎麼樣 啊味道怎麼樣 這沒有油包耶 乾淨的味道 它是什麼口味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 所以台灣的泡麵那麼香就上面是滴溝油 欸 不要瞎掰好嗎 很很香 泡麵廠商清真宗 泡麵廠商的小便30秒後抵達 今天烤雞皮只剩下最後一串 所以我第二串買的是雞肉串 這泡麵我明天想要再吃嗎 我明天還會再吃雞皮 雞肉串也是不錯 你們好像那麼好吃 他還是聽懂了 昨天晴空茶 那個什麼牛舌 叫什麼牛舌啊 荔酒牛舌 荔酒牛舌 蠻好吃的耶 這個雞肉串也不錯吃 不過我覺得這種味道台灣買得到 但是那雞皮的口感跟味道 我覺得台灣買不到 那個吃起來是嫩的 超好吃的 台灣的烤雞皮就是很硬的 全家的炒麵蠻好吃的 只有台幣大概80塊而已 而且量很多 重點是昨天我們在一間百貨公司 日幣八百多塊 然後量只有三分之一而已 炒麵還不錯 這是綠色的味道 鹹甜鹹甜的 難怪我會喜歡 因為我覺得這味道 跟台南的味道很像 大家都知道我住在高雄 可是我是台南人 我從小就台南長大 習慣吃這種 鹹甜鹹甜的東西 讚 吃飯吃到一半 我要來做一件很痛的事情 快速 這兩天走太多路了 這不能慢慢吃 慢慢吃會很痛 長痛不如短痛 我幫你撕 你要撕快一點 不然不會很痛喔 快一點 你撕太慢了很痛 快一點啊 你撕太慢很痛 你看我這一塊毛都不見了 又沒關係 又沒有會看 這樣子 這樣就沒有嗎 還不是一樣 不是有沒有問題 是比較不會痛 長痛不如短痛 痛一下而已 今天是第幾天了 第三天了 過一半了 其實今天本來沒有這個行程的 對啊 大偉哥跟我說 有一個地方很便宜 可以去掃一下 結束我們預定的行程之後 跟KT神神 申請了1.5個小時 去這個地方 你的屋頂 其實他做的還蠻好的 一番賞的A賞 原來這就是中古的 1200日幣 240 他這個格紋是摸得到的 只有80光年 也是猜過的 加兩支多少 這樣子兩支加起來是4000日幣 800台幣 老婆還買了一個這個 本日最喜歡的東西 這是一個零錢包 東京車站的一番街買的 這個是蠻比小新漫畫的 第一集的封面 而且你看這個小新的畫風 是他一開始的樣子 我有這一本耶 990日幣 200塊 不到200塊 還行啊 我有買這個襪子 是要抽獎送的 日本型的蜜月的Vlog 我會拿出來 日本型蜜月的Vlog 都跟公仔有關 請問是在蜜月什麼 明天開始就沒有了啊 就昨天沒有買到什麼 應該是說 因為第一次來東京 找公仔相關的東西 所以經驗值比較不夠 花很多時間在一直掃墊 一間一間的跑 然後看有沒有可以的比 是假的 昨天買比較多的是景品 新的景品 我這邊我要整理完 我想要把它塞到行李箱 耶 感謝大家 對KT叔叔 東京Vlog 第一集的支持 真的沒想到 觀看數會這麼高 那這次第二集 一樣KT叔叔 有準備 請出相關的周邊禮物 要提供給大家 留言抽獎喔 記得在底下留言 一樣隨便留 如果你想要跟KT叔叔 或是KT叔叔 說的話都OK 我就會抽兩名幸運的觀眾 來送給你 下一集 KT叔叔 會來跟大家分享 究竟 我去日本搬了這麼多東西 回來之後 我是用什麼快速的方式 來整理我的行李的喔 大家 別忘了要收看下一集喔 你知道現在的時間是日本幾點了嗎 一點了吧 真的一點了耶 老婆開箱第八集 東京特集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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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Krank 五拳 一